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竟然现在FBI的局长跳出来公然的指控另外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如何如何 不寻常吧 你再想想看上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事后牵扯了FBI的局长多少事 这样你懂了吗 所以我来看FBI的局长出来指控中国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跟之前的总统大选有关系 上次他们跟俄国搞在一起 这一次美国要选举就要借着打中国 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 大家都在比谁打中国打得凶打得很 这是一个事情 另外呢美国要退出联合国下面的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事情不是很搞笑吗 那你美国退出WHO干嘛 美国退出联合国好啦 美国自己干了多少背着联合国的事情 做了多少欺瞒联合国的事情 美国要制裁伊朗 联合国没有同意哦 联合国没有同意之下 美国自己就干了 就制裁伊朗啦 而且长臂管辖 就通知通令全世界 全江湖 谁都不可以跟伊朗做生意 好啦 所以华为就不可以跟伊朗做生意了 华为这个公司跟美国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凭什么去管华为啊 联合国也没有授权你美国去制裁伊朗啊 好 然后美国又拿了一袋洗衣粉 到联合国安理会去骗了安理会 这样对伊拉克出兵 把人家一个国家打烂打砸打垮了 占了人家的油田 这就美国啊 就是要用中国打选战 要逼得中国出手 中国不出手也没关系 我把所有的恶事烂事破事全部塞到中国那边去 就让我的选民那一天出来投票给我就行了 现在一切全部都是假都无所谓 台湾不也是这样干了吗 蔡英文不就817万票历史高票吗 我凭什么就不行呢 民主的真相是如此的丑陋可恶 美国如此 台湾依然如此 蔡英文竟然可以把大法官叫过来训斥 今天是怎么样来看呢 恭喜打群的是董哥董事生 大家好 作家郭冠英 大家好 美国要退出世卫 他要退群啦 5月29日 川普第一次宣布 美国会退出WHO WHO是一个 联合国下面的一个强制的一个单位 只有国家 而且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才可以参加的 竟然他要退出了 而且一天到晚叫嚣着说 哎呀我美国出这么多钱啊 谁谁谁 中国都没有出钱啊 其实中国出钱啊 美国自己已经两年没有交会费了 好他就说他不要了 7月7日 美国国务院向联合国 都证实了 川普正式致函 联合国的秘书长 宣布美国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在明年的7月6日起生效 因为整个过程要一年 美国1948年就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 组织设定的条件 里面讲了美国要一年前通知 那美国的民主党准总统参选人拜登 他立刻就说 他当选就会在就职的第一天 重新加入WHO 恢复美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 蓬佩奥说 世卫历来无能腐败且政治化 这种话你听听就好了 因为他是川普的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说 川普的决定愚蠢 无耻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这是美国奉行单边主义 退群毁约的又一个例证 当前国际抗议正处于最关键的时刻 支持世卫组织是支持国际抗议的合作 来支持挽救生命 而美国自己在对抗新冠疫情 显得无知 显得无能 而且显得无耻 美国每一天感染的人是 四万五万六万 现在已经是两百多万 眼看着感染人数要三百万 这样一个美国 他明明眼看着其他的国家 都可以处理好 他自己不处理好 这显然就是他自己的责任 可是他自己这样做 乔治城大学的所长 全球卫生法研究所的所长 他说这个决定对国家的利益 对美国国家的利益是一个灾难 会削弱美国对国际卫生外交的影响 川普他宣布要退出世卫 是近代历史上最毁灭性的一个总统的决定 最毁灭性的 这会使美国人在史无前例的全球卫生危机中 更不安全 因为所有WHO里面大家互通消息 互通有无的东西 你都没有了 你就自己躲在家里面 川普他批世卫从4月8号4月14号5月19日 他一直说以中国为核心 然后世卫是中国的傀儡 一直骂一直骂 他现在是真的退了 川普上任以来 WHO不是他第一个退群 2017年的1月 他退出TPP 跨太平洋火畔关系协定 2017年6月 巴黎气候协定 你看啊 现在全世界气候异常 所以全球人类 我们要来讨论说 怎么样让地球上的 所有的作为来延缓气候异常 来让气候正常一点 还给地球一个公道 所以巴黎气候协定 可是川普不要 2017年的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这是一个不太有政治性的一个组织 他也不要 2017年的12月 全球移民协议 他也不要 2018年5月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他直接退出了 不跟你玩了 大家是要讨论 怎么样让伊朗不要有核武器 结果他给你退出 2018年6月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他也退 2018年10月 中程弹道飞弹条约 他也退 连万国邮政联盟 这什么跟什么啊 他威胁要退出 然后还没退 但是邮政联盟你有什么好退的呢 他退 他说要退 5月 2020年今年5月 开放天宫条约 他也要退 好现在退出WHO 董哥 川普他在想什么 他退这样 对美国人是个伤害 对全球 共同防疫是个伤害 对人命的损失是个伤害 德国总理梅克尔最近接受媒体访问 他从小 长大就是一直在意 美国是一个世界上老大哥 照顾很多的一个气氛下成长 他说也许现在美国已经不想再当老大哥了 这是很委婉的讲话 为什么 因为最近美国从德国撤兵 没有智慧德国就走了 啊 对啊 是媒体登了德国人才知道说 哦原来美国要撤兵了 就这样 这样子啊 对他们都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最重要的成员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 欧洲 欧洲当然现在叫欧盟 这27个国家叫欧盟 欧盟现在轮值主席就是德国 那你可以看到就德国是欧盟里面真正的领袖啦 因为英国脱欧了嘛 那所以 连梅克尔都遭受这样的对待 这是全世界 所有领袖里面最受尊敬的人就是梅克尔 对 啊被川普这样对待 所以他的感慨 西方世界里面最受尊敬的政治领袖是梅克尔 是是 然后你驻军或者撤军这都是重中之重 是 军队是不能够开玩笑你不是观光旅游团啊 他是完全不尊重 你把驻军给我撤了梅克尔不知道 是啊 所以他就是这样搞啊 那现在川普他有一个想法就很特殊啦 他认为全世界都在占美国便宜 但是其实美国在占全世界便宜已经占了一两百年了 那当然这五十年来最严重 为什么 就全世界以美金 对不对 做金融的本位 以美元 美颜 然后过去是黄金现在改成美元 所以他可以随便印钞票 然后各国帮他承担 如果任何一个国家这样的话 那个国家就通过膨胀 可是美国呢 美国没有通过膨胀 是其他国家因为要替他扛只要通过膨胀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经济学一个原理啊 但是我们知道 川普一直认为说你们全世界都占我便宜 他不晓得 他美国一直在占世界便宜 全世界七十几亿人口美国只有三亿 美国享受全世界所有资源里面的四分之一 什么汽油啦 什么都是他们在弄 那你今天看到川普 他觉得 他必须要替美国人 过原来 或者更好的生活 所以他在选举时候 一句口话叫让美国再度伟大 他让美国人觉得对 我们要过更好的生活 别人不能过跟我们一样生活 尤其中国大陆 川普的第二计划就是 不准中国大陆过得跟我们美国人一样的生活 只有他们可以过富豪的生活 可以过奢侈的生活 可以过累赌世界资源的生活 这就是川普的想法 所以我们今天在看 很多事情觉得 为什么不可理解 很多组织 当然现在我们讨论是世界卫生组织很重要 世界贸易组织也很重要 WHO重要 WTO很重要 WTA最重要是什么 WTO最重要是什么 他里面有一个裁判机制 我们如果贸易不公平 我们就跟他申诉 那个法官川普不派 现在他那个 他那个法庭的机制完全弹劣 他故意不派 我就让你撑不下去 因为你世界贸易组织在做任何财劫都没有偏袒美国 这就是他的想法 那我们看 连俄国教科文组织很重要 川普不要 然后人钱那个更不用讲 所以这个人已经匪夷所思 今天美国 让人家看不起的就是因为 怎么有那么多 美国人会选出一个这种垃圾的总统 让美国变成一个 下山岸不顾廉耻的国家 就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啊 美国怎么 曾几何时会换成这样 可是川普 现在 整个美国政府只为了一件事情在努力 不是防疫 而是为了让川普连任 所以你看到下面那些狗腿 蓬佩奥 或者联邦调查局长 什么每个人出来讲 都是讲那种 不是人话 然后在那边挑衅 没有政绩随意攻击人 那这个 你会让很多人觉得说 我们美国人至少 传统还是要有一些善良的价值 可是你在这个政府 或在川普领导这个团队里面是看不到的 当你把这些行为展现到国际上的话 美国就是被人家透气的国家 我觉得川普是代表了一个美国最荒谬的现象 但是川普呢 也是反映了美国的民意 因为他们这个整个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 所以才会选出川普 因此呢 这就像我们常常说 我不太怪这个台独的这些荒谬的东西 台湾有这么多的人 现在可能就是1817了 这些人他们会去选台独 因此最要怪的是 你本来有这些人嘛 蔡英文并不是压在这边 让他当权的 他是这批台独给支持出来的 可见台湾的台独有多少 也就是说 你看美国的这种所有的荒谬的东西 都在川普身上表现出来 可是这证明美国他本身就这样 包括这个WHO的事情 现在最简单一个道理 台湾现在怎么进不进去啊 你的爸爸都退出来了 你想不想再进去啊 他可是他讲了这么多年 他怎么转还呢 然后川普到那时候还不是 前面还编出来一个 说最先是他的一个小小的 国外的51州台湾警告 侍卫的对不对 还是他搞出来的 这么荒谬的事情 那么清楚的一个文件 他都可以说是台湾警告侍卫的 所以这个侍卫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一个台独的事情 其实大家后来很多人都决定说 应该侍卫就让台湾跟美国成立 也就像台湾现在跟这个索马利兰 成立一个台湾的办事处样的 就是他们两个自己成立一个 什么台卫那个美卫 成立了这个东西 跟这个世卫整个脱钩 就是这样 关于川普 关于美国跟台湾 其实最近正在炒作的一个是什么 就是川普要给北京一个教训 就是最简单的做法 川普访问台湾 哇这个厉害啊 可以啊 可以啊 有胆就做啊 不要讲 不要光只是讲 真的 我川普怎么访问台湾 这都没有什么 台湾就宣布独立了 干嘛呢 就直接一点不是就好了吗 来看看美国他可以操作的事情有多少 他要干的事情有多少 美国FBI的局长 他罕见的 竟然在 现在7月嘛 美国是11月投票 在7月出面指控中国大陆 这真的跟选举无关吗 来听听看他指控什么 我们现在已经到复杂了 到复杂了 到复杂了 但业续航行的公司,社会公司,社会公司,成员各种学习的学习, 而其他社会人员在任何其他人员的工作。 《草达》是一副推移到中国栅典, 把财政政府的《川普洋》看成了一类战, 以外的外国,出售,外国。 他说FBI如何应对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影响 怎么怎么样 然后说中国用尽一切方法 要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强权国家 美国民众应该认清中国的野心 了解中方无孔不入 而且理解美中存在制度性的根本差异 还要面对中国美国会全力回击 敦促中方改变做法 这个我没有看过一个FBI的局长 他会公开的跑出来做一个这样 涉及政治 涉及外交 公开指控另外一个国家的做法 然后他演讲的场合 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场合 这个场合是 哈德逊研究所 哈德逊研究所 记得吗我们之前我没有讲过 这个研究所他曾经呼吁要用那个急速炸弹去攻击中国大陆的非军事目标 也就是类似像三峡大法 涉取美国人的智慧财产拿来对抗 然后他说过去10年跟中国相关的经济间谍案 激增1300% FBI目前受理5000个反间谍案件 将近一半跟中国有关 几乎每10个小时就会启动一次相关调查 讲的很可怕 讲的中国很恐怖 可是你们发现这里面很多都是形容词 这第一点 第二点是他说每隔10个小时就会启动一次调查 但他没有告诉你 我调查的结果如何 懂吗 这个猫腻在这里 我高兴我每个小时都可以调查 但你最后多少案件成案 成案之后多少案件在事后是被变成是无罪的 法官判无罪的 然后又有多少的在美国的中国学者 华裔学者是被美国的情报组织跟类似像FBI 去骚扰最后无罪 然后最后是自杀的 你要不要说说有多少 再来有多少的美国华裔他是要回到中国去贡献 而被怎么样了FBI要不要解释一下 他说阻止美国官员访台 他说以台湾为例 有美国官员州长国会议员有意反观 台湾美国会动用各种手法干扰 会透过企业或媒体施压 因为这些企业或媒体希望进入中国企业 并跟中国合作而给予中国一定的影响力 透过公开或私下的方式影响美国官员 但他要不要讲清楚 根据中美建交的三个公报 美国官员本来就不应该访问台湾 不是吗 然后再说中国有一个猎狐专案 说这个猎狐计划 美国至少有几百人是猎狐行动的目标 中国企图迫使他们反国 然后他们会遭受胁迫 或以他的中国家人作要挟 哇这要讲的就是 中国好可怕 你来威胁跑到美国的一些中国人 好那我们来看看 确实事实上是怎么样 从2014年起 锁定涉滩的大陆官员跟相关人士 请问你去打贪该不该 请问你涉滩该不该抓 如果今天台湾的陈水扁逃到美国去 要不要抓 请问美国是不是把陈水扁贪污 拿到的钱买的房子 在你美国境内 美国是不是把它充公了 为什么涉滩的官员不可以抓 所以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回答了 猎狐计划的确存在啊 中方积极抓捕外台嫌犯 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跟社会主义 许多国家也在海外进行相关的执法活动 美方官员做这种表态 难道是希望美国成为犯罪分子的避罪天堂 你美国没有在抓吗 中国间谍案 赵立坚说 FBI说的话你也信吗 他们不要以为中国安全部门是吃素的 这个局长瑞一啊 你的言论无视事实 充满政治谎言 中方呼吁美方立刻对此纠正错误 停止发表错误的中国言论 不要继续每天复制谎言 切勿损害中美的互信跟合作 台湾回应啊 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 中国在国际上无所不用欺击 打压台湾跟我国有人怎么怎么样 我在此再厉谴责欧江安 你对得起你拿的那个薪水吗 你称呼大陆叫中国 欧江安你是帮台独做事吗 来 董哥 你看到这些都是狗腿 不管欧江安或者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其实川普刚上任的时候 调查局长是这个人 他叫科米 川普斯科米 川普找他好几次去 要他对我像黑道一样的效忠 所以他后来离开了川普政府写了一本书 叫高规格高度的忠诚 必须要对川普 这就是他的书名 这本书我有看啊 因为他有中文版 那你可以看到川普就一直要这样的人 就所有政治政府的人都必须为我一个人效忠 那现在川普政府最大事情就如同我刚刚所讲 就是我要连任 现在情况对我很不利 不利当然疫情很不利 疫情造成的经济很不利 所以这东西我就推给中国大陆 推给他都是他害的 那他害的 我被他害我要有一些动作啊 他还有一个帮凶 叫世界卫生组织 所以我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然后再对中国大陆下一阶众所 这些众所还包括中国大陆周边的 那些比较骚骚 灵感的七块 譬如说台湾 譬如说香港 那我每天下去加油添醋 那如果你还不为手动的话 我就指使周遭的跟我过去长期交好了 譬如说印度 譬如说东南亚那些国家 日本韩国我就在跟你骚动一下 这就是美国川普现在的伎仰嘛 那FBI呢 那FBI这个 他讲的这几件事呢 他这些指控其实我们知道 他所有的指控 就是他自己很多是想象的 美国真正FBI在各国 FBI跟中情局CIA 在各国就是专门在干这些事情 而且很多是被抓到的 你看两个礼拜前我在我们节目上讲 俄罗斯抓到一个美国海豹部队退的 然后他说他去俄国参加婚礼 他身上带一堆秘箭 一堆光碟磁碟机什么的 被抓到 判他16年 就人家没有在客气的 那美国过去到各国是以起以求 那种嘴脸是 我就是老大 我就是在你这里探奇机密 所以香港的事情他为什么那么在意 因为香港 香港小小弹乱之地 美国派800多个人在香港 他就在搞这一套 从构计台湾的228他就在搞了 他就派他们的间谍人员来跟你煽动 让你国家越混乱 我就越能够获得好处 包括我们 周天谈论的黑衣谋 美国说我现在 钱暂时不拨下去 原来你构计都在拨钱赞助黑衣谋 黑衣谋是谁 反送中反修例的那些人嘛 那些人在香港 一言不合可以在人家身上倒气有点火 可以拿砖头砸人家头 把人家砸到死 这些全世界有人鼓励嘛 美国 英国 就这些所谓先进的民主国家 所以你看为了川普一个人的挣钱维系 为了他一直想当总统 美国已经变成是一个下流到极点到无耻的国家 你知道吗 就你所有的指控 或你所有的作为 已经让人家觉得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该做的行为吗 连共产国家现在也不做这样了 所以你看到联邦大杀机的指控 他这个其实是有意的 他把他丢出来 丢出来然后 因为配合最近川普所有的动作 包括针对华为 然后针对香港 他有很多动作嘛 那这些动作其实 想到的就是反中能够获得选票 这完全从台湾蔡英文学习来的经验嘛 所以你看到他周边 这个人还不是最主要人物 最主要是蓬佩奥 是他的 他每天在造谣 然后 另外一个就是副总统潘斯 每天喊打喊杀 这都是川普周边的爪牙 那他们 是川普放出来的野狗 他张牙舞爪就是要引起媒体的注意 然后我们看到了 其实我们昨天节目讨论了 其实常常爆出这些消息的就是那几家媒体 譬如说美国之音啊 什么其实美国那些媒体在海外 也是美国政府掌控的 美国国安单位掌控的爪牙 你知道吗 很多人不想说美国新闻自由 没有 包括我们熟悉的脸书 包括微软 包括美国之音 对不对 包括 就是说你熟悉的这些全部 都是美国国安单位掌控的 要不然你去看史露登 他那时候揭露出来的 零净计划 你只要Google 雅虎 搜寻 那个零净计划你就知道 美国所有的单位几乎都是国安单位 可以要求他提供任何资料的 美国的法律也规定了 当美国政府要求你要配合国家安全 做很多事的时候 你不得拒绝 可是他们反对香港 对 但是就是说 对美国来讲 我可以做的事你都不能做 美国自己的国安法律有几十步 那他的冷静计划呢 也充分的每一个 我告诉你 每一个让人 世人所非常尊敬的软体公司 硬体公司全部都配合 都开了后门 所以各国政要的手机 都被掌握都被监听 每客人都被监听 任何人都被监听 没有任何人例外 包括蔡英文 包括任何人都被监听 所以华为令人不满 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办法监听华为手机 没有办法监听华为的通讯设备 那这个FBI局长他所指控的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昨天所看的这一篇 Time的他的报导 他说美国不再惊援香港的黑衣膜了 他自己说freeze了 然后他里面文章里面 当然很多大家可以去看 里面有几个重点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 原来他钱原来都一直给一个叫做OTF 开放科技基金 开放科技基金 这个基金就在香港成立了一个网络安全事件应变小组 什么叫做网络安全应变小组 就是他作为一个科技平台 那个钱下去做一个科技平台 他就让在香港配合美国指挥的这些年轻人 他很容易不需要有一个领导者出来 他们只要到这个平台 他们就可以得到所有他们要造反的一切的资讯 一切的方便联络都在这里 监控哦 分析中国要反监控要怎么样 然后这些东西都在这里 所以是他们去搞人家 他们美国你的手被抓到了 你到中国的香港来搞颠覆 结果今天FBI还指控中国要颠覆美国 要不要脸 然后来看一看这个 这是大家知道维基解密 维基解密的亚桑杰 他是个澳洲人他甚至不是美国人 他被美国通弃 美国通弃他 这个人还跑到厄瓜多住英国的大使馆 在里面躲了七年 躲了七年之后 美国一直要求引渡 然后引渡他 虽然可能说我只官邻五年 但有可能会被判死刑 结果最后英国没有办法抵挡 只好英国 冲到厄瓜多大使馆进去把他抓出来 亚桑杰现在还在英国坐牢 一切都是离美国 那华为的公主孟晚舟不就是离美国 透过加拿大然后要把他引渡吗 所以美国不是在做贼喊捉贼吗 他这些指控没有任何证据 他可以公然大喇喇这样讲 然后这些东西所有详尽资料 在喂给在台湾的绿色媒体 开始哇啦哇啦 郭大哥每一台的绿色媒体 每天晚上都在讲FBI的这些所有的资料 不是吗 这些资料没有透过美国的管道 给到台湾的媒体 台湾媒体拿到这些中央厨房资料 就开始在骂啦不是吗 对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在还是两年前 在高雄的选举的时候 他们突然冒出了一个 说大陆有十万的网军 然后美国的官员还来这边开课 要我们怎么对付网军 然后我们的安全单位也在说 大陆已经渗透过来好多好多 结果等到选完了 记者再问他抓到没有一个 他说目前还没有 当时是我们每次都这样讲 所以跟着美国人都是这样讲 那么川普上台的时候 最有名的事情叫通俄门 对不对 通俄门就说台湾到 跟俄国有生意来往 所以民进党民主党就攻击他 说你给他有生意来往 很多安全的东西也给他送过去了 俄罗斯就帮助选 俄罗斯帮助选 妨碍我们美国的选举的公平 结果川普就拿什么 拿了一个 请他的欧江安一个女的 新闻秘书出来讲个话 还拿了一个大的 美国人现在因为他们很多民族 所以英文不好 英文很烂 他比我们差多了 所以这个英文秘书 俄罗斯就给大家来教英文 他说跟通俄门勾结 叫coalition C-O-L-I-S-I-O-M 可是不是conclusion conclusion说你到底有没有犯罪 我跟他有来往 不能在conclusion说我分 所以这个coalition 你请问 请各位同胞分清楚 coalition跟conclusion的分别 他讲的头头是道 可是美国有些 有正派的传播学者说 宪法自由学者说 川普如果只是跟俄国人 因为俄国不是我们的敌人 现在我们没有正式给他做敌人 所以他跟他有经济来往 你不能够说他就是叛美 可是现在同样的 我们跟大陆在解言以后 我们跟他做生意 跟他来往跟他通婚 跟他交换观念 这都是合限合法的 怎么现在 我们这边就通过一个东西 结果川普拿来为他自己辩护的 正就是现在台湾对付这个 还有他们FBI来对付大陆的 所有的美国的华人或什么 都可以用这个罪名 说你妨碍美国安全 我们现在所有的都可以说 你就妨碍台湾这个 这个所谓安全 国家安全 但国家到底是中华民国 还是台湾他在那边乱扯 然后就可以随便抓人 就抓了很多人 现在还在那边没放 美国显然就是很清楚的 把中国定位为一个邪恶轴心 任何邪恶轴心都是错的 我们美国有国安法 所以我们按照国安法 要求你企业为我服务 甚至不要说国安法 我说你垄断法什么法 台湾不是有一大堆高科技业的高级主管 还跑到美国坐牢吗 所以美国我可以坐 中国都不可以坐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些事情 可是重点是 这个在美国 他就可以说服他的选民 到台湾来 又可以说服台湾的选民 所以中国做什么事都是错的吗 连我们要教人家学中文 我们要宣扬孔子的理念也是错的吗 孔子学院现在在全世界都被打压 不断的打压 打压的理由千奇百怪 原来负责全球各地孔子学院运行的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的办公室 现在改成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 就显然是从一个官方的单位变成是一个民间的基金会 那奇怪了 美国都可以有美国之音 那也是个官方单 为什么美国直接签给美国之音 那还是负责去颠覆别的国家呢 可是孔子学院只是教中文传播孔子的理念 为什么不行呢 7月6日的中文版BBC说 原来属于中国教育部的孔子学院 现在改成民间公益组织 就淡化了它的官方色彩 而中心社影社这个教育基金会的负责人说 孔子学院坚持非盈利的民间公益教育 现在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其实有162个国家地方 可是呢 澳洲决定关闭孔子 孔子学堂 荷兰 没有 他有没有抓到孔子学院在做什么事坏事没有 但他只要说 我担忧这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不神经病吗 所以有美国国防部说 我担忧国家利益受损 所以我不再资助设有孔子学院的各大学的中文学习计划 这很简单 这很简单就是在学中文 所以在政府的压力之下 旧金山的州立大学等十几个大学已经关闭孔子学院 那现在全美国还有九十几个孔子学院 所以每一个大学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还是大陆 每一个大学都在学英文 每一个高中每一个初中甚至小学生都在学英文 那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够教外国人学中文吗 所以他说影响国家利益 他没有指出来是为什么 那有人出来放话说 你中国出来搞孔子学院 你这个叫做瑞实力啊 崛起的专制主义的影响啊 你这样子你有文化活动 让大家对你中国的印象变好了 这就是你的瑞实力啊 这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奈一说 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中国瑞实力的一环 但他没有办法指出孔子学院有哪里错 另外一个说你这样影响舆论啊 有恶意软体 那他证据在哪里他没有证据 有一个监督全球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 注意啊 这个是由西方由美国所掌控的 专门在反对别人 他说中国透过大使馆跟宣传中国文化语言的孔子学院 毫不迟疑利用骚扰跟威吓的手段 来强调意识形态正确 但他没有指出任何证据啊 然后说孔子学院你意图影响我们美国年轻人的意识形态 董哥这不就是吗 反正中国什么事都不能做 其实这些组织都不值得提啦 美国自由之家什么无国界记者联盟啦 这些都让人家看不起的单位 他们就是替美国政府在外面做宣扬 然后去污蔑其他国家 或者去制造一些动乱 然后让香港很多记者觉得说 哇无国界记者支持我们自由之家 他对中国大陆对香港的评鉴是多少怎么样怎么样 美国是全世界最下流下山岸的垃圾国家 就他所有事情他都可以做别人不能做 这些什么无国界记者组织啊 这不值得提的组织 这些为什么从来没有来看台湾在民进党蔡英文执政下 我们人权言论自由退步 他们都没讲话 就垃圾啊 是都一伙的 我告诉你 告诉你大家各位观众 五国界记者组织就是个垃圾 是就是垃圾 但他们就是用这东西好像自己很操懒 那其实是让人家做我的 就是他替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到处在评论 哇好像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自由 都不民主 美国民主吗 民主国家会把自己女婿跟女儿找到白宫 去领薪水当官员吗 这个是不要脸的行径 全世界除了我们节目没有一个人讲这件事情 在批评这件事情 这是不得了 这个 这个是匪夷首思嘛 台湾的蔡英文敢把她 她的兄弟姐妹弄到总统武器当秘书吗 不可能嘛 她要弄都会偷偷摸摸 是啊 她会弄到其他单位 绝对不敢弄到自己总统武器 对不对 绝对是这样 所以你看我们这些所谓 所以假装自己很操然的单位 其实她都是内心非常偏颇 而且她是等于说 你就是在替那些人到外面去张牙舞爪的嘛 那孔子 其实她就代表一个中国的思想 这是一个幻生的名字 她里面 教中国文化 中国语言 那这个其实全世界每个国家在做 你看台湾也有很多 包括没有邦交的国家 纽西兰啊 对不对 美国自己也有啊 他们也有相关的组织在推广他们的文化 当然会有啊 还有法国 是啊 推广法语啊 为什么不行 他拿法国电影来放给你看 这就是一个文化的交流跟推动 对啊 那他们把孔子协验 把他丑恶化 因为他们可能讨厌共产党 觉得共产党很可怕 因为西方人很怕共产党 可是 共产党是从哪里来 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啊 对不对 传到苏联又传到中国啊 那你 他们就把共产党把它丑化 丑化到极致 然后 现在共产党在统治中国 所以中国的所有东西 都是邪恶的灼心 把这东西把它强化以后 然后自己做任何 伤天害理 毫无证据的指控 或者做法 他都自己觉得说 我是为正义在讲 那其实美国为什么下流到这种地步 因为他怕人家 抢他的位置 他认为他是世界第一 我的世界第一 我要变成唯一 刚刚就是我们 那个昨天李胜通所讲的 对不对 我要变唯一 我不只要第一 别人通常不准 超越我 全世界所有好处只有我能独享 所有后宫家立 只有我做皇帝的人可以用 他现在就是这样啊 所以为什么 这个国家已经下流到 没有人认识了 为什么 一个 一个 200多年的国家 会选出一个 这种垃圾总统 讲话不算话 做事毫无彰化 想怎样就怎样 然后 背信 忘利 你见了 绝对不可思议 当FBI局长跳出来公开演讲指控中国这些罪状 妖魔化中国 而且说中国要把自己变成唯一这种谎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美国已经下流堕落到什么程度了 郭大哥 那美国所谓的叫做NGO 他们设了很多NGO 这个 那其实呢 真正的在美国的内部 它的英文是 No good organization No good organization 我看过他们的档案 叫No good organization 这些全部都是最恶劣最坏的组织 以前 我们台湾 所有的小孩子年轻人 都是从这种组织出来的 美国不是设立叫做什么 美国新闻处 我们所有的人都去那边看 美国的报纸 今日世界 他还在他才发行中文的东西 我们当时小时候看的就是 两个杂志 三个杂志 这小时候看的很正常 就是一个 今日世界 美国新闻驻发的 第二个就是读者文哉 就是高水准的一点的美国宣传 长大以后 就是看那个不太好 叫Playboy 后来就更差了 这三个都是影响我们整个发展的 而他们的官员 在这边跟我们的年轻人学生 就吸收 我一个同学就被吸收过去 他只是 他立刻被牺牲以后 立刻就报告了我们的国安局 说他什么 这个你们都认识 他没有收下去 那么现在问题是 我们后来台湾设立大队叫乔教中心 乔教中心就是干这个 孔子学院的事情 孔子学院的事情 后来我们觉得孔子学院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刚刚解研以后 两岸关系还比较不错的时候 大家还说什么 你看大陆都实行孔子学院了 大陆都不再批林批孔了 大陆都在支持中华文化了 还把孔子学院当做一个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当初的时候很高兴 还说我们的中华文化 大陆也接受了 向全世界来发表了 可是当时我们的乔教中心 本来是向全世界发表中华文化 我们还有中文学校 后来已经变成台文学校了 还叫中 但现在改名了 不叫华 乔教台乔 我们的乔教中心 变成宣传什么呢 宣传228 所以我跟你不是讲过 我们的乔教中心 本来应该是中立的 中立与两党政党 为乔民服务的 结果他就宣传228 在2009年的228号 还叫我们大家去参加 228纪念大会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孔子学院在全球被打压 这个事情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它是任何中国的东西都要打压 除非 除非你是骂中国的 最好的就是一个中国人 跑出来骂中国 那你不但不会被打压 你还会被追捧 不是吗 不是有人出了一个日记吗 叫做武汉日记吗 这样的人就一定会被追捧 孔子学院干了什么坏事 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把报告拿出来 孔子学院搞间谍 没有 孔子学院宣扬恐怖手段 没有 叫做孔子学院 他当然就是宣扬中华文化 你要知道 中国人拿得出手的是什么 不就中国文化吗 你韩国人拿得出手不就韩国文化吗 不过韩国文化大部分都中国文化 所以他不容许这件事情 他除了一个要打击你中国之外 他更有东西方文明的一个竞争关系 对白种人来说 他所要宣扬的文化 是我白种人的文化 是我西方人的文化 是我从希腊 罗马一向的 我的整个西方的文明 加上我的基督教文明 我怎么都能够容许一个 跟我西方基督教文明 希腊罗马文明 能够并驾齐驱 而且比我们优秀的一个 中国人为本的中华文化 在我这里 还要教我的年轻人 不同的思想意识 怎么可以呢 他学了中文 他是不是思想会带偏了 他就不信仰基督了 不信仰基督教了 不相信柏拉图了 不相信希腊了 那怎么可以呢 所以这是一个 除了一个国家跟国家的争斗 他更是一个文明的争斗 你不要孔子是吧 你不要论语啦 你不要学做人 那你就会变成川普了 来看看 川普最近很丢脸的事情是 他大概是在任的美国总统 在短期内 fire 掉最多的员工的 或者干部的一个人了 然后很多人 就纷纷跑出来写书 那他的家族 写了第一本他的书 这个人叫做Mary Trump 他是一个临床心理学家 他是一个临床心理学的博士 所以他对于解析人的心理呢 他是这个是他的专业 他是谁呢 他是川普的哥哥 亲哥哥的女儿 也就是他的侄女 本来呢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太过分了 而且没完没了 我的家族如何造就这个全世界最危险的人 这个法官已经解除了这本书的出版禁令 所以7月14号会正式发行 哇 跟你讲大家都很期待这本书 一定马上就会开始买 马上会冲到排行榜 他说刚开始他在纽约皇后去读高中的时候 他付了钱找枪手 帮他去考SAT 在美国申请大学 你现在有很多东西有自赚啊 有推荐函啊 然后你要参加很多活动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SAT的考试 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在美国读书不用考试 那假的 SAT考的高你就可以念好学校 不过现在黑人主导 现在美国加州已经通过一个法案就是 将来美国加州的公立学校 他录取学生要用种族比例录取 因为现在亚裔 在美国加州的公立学校系统 已经40%都是亚裔 因为亚洲人他会读书 太喜欢读书了 然后黑人他读比例很低嘛 所以将来白种人黑人 亚洲人都按照他的比例去申请入学 你成绩再好都没有用 那当初他是找枪手去考 就拿到了高分 让川普可以进入非常非常有名的名校 宾州大学 宾州大学最有名的华顿商学院 这是杜金的啊你知道吗 那川普就以全世界最棒的学校 超新材的东西夸耀自己啊 那他来诊断 马力说川普完全符合自恋者 九项临床标准 但自恋的标签仍然不足以反应 川普他复杂的一个心理 他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啊 白宫发言人说 马力的新书荒诞无稽 全无真话 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书 他里面讲了什么 找枪手 然后再来 童年缺乏亲情 家族几代以来 川普的 川普的爸爸是开妓院的 川普家族在加州开妓院 川普家族几代以来 延续着贪婪背叛骨肉香残等歪风 虽然造就他成为最知名的房地产霸主 但有严重扭曲的人格特质 对人的判断是以财力为衡量 你有钱他就尊敬你 你有权势就尊敬你 说谎诚信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川普的自我意识 向来是他跟现实社会 现实世界之间 脆弱且不足的屏障 他仰仗他爸爸的钱跟权势 从来不必亲自上谈判桌 而且川普是继承了上亿美金的资产 而不是像他自己说的几百万美金而已 川普同年遭遇人格养成 加上川普的爸爸的强人形象 塑造他今日的性格 特别是对普丁跟金正恩等独裁强人的偏好 他崇拜强人 川普90年代的时候 在他们家族的海湖庄园 看见穿 玛丽很漂亮你看 看见穿着泳装的玛丽 他竟然对着自己的亲侄女说 天啊玛丽 你太有料了 你可以想像他那色眯眯的样子对着自己的亲侄女 他说29岁的我 不轻易感到害羞 但是当时我脸红了 随即感到不自在 我拿了毛巾披在肩膀上 他看见穿着泳装的玛丽 就色眯眯的这样说川普 秦瘦啊 还要尊献他的百姓啊 你可以想到他那个样子 可以想像 其实川普一向是这样 自己的亲侄女 对 他其实对女性的尊重 是完全没有 其实过去都被揭花 而且都证实是事实 毛手毛脚 那可是 因为美国民众不在意 美国民众不晓得为什么 那时候有全力挺川普 那川普当下以后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人是没有 个人的 就是没有品格啦 就完全没有品格 那一个没有品格的人 可能你在商场可以得力 因为你言而无信 你成了包挖户 或怎么样 做了某个投资 赚了钱 或欺骗了某个人 那个人被你倒了会 亏了 然后你赢了 一个有钱商人的一个头衔 可是当你当了美国总统 那这个国家就变成 跟着你在沉沸 因为讲话不酸话 然后 然后所有的作为 都是自私自利 牺牲美国的国家利益 来造就个人的继续连任 那今天不止利益 而且是有很多是生命啊 因为当前在美国 大家看到了疫情 美国一天有6万多人确诊 那你看他的确诊 已经快300万了 死亡人数 13万多已经快15万了 而且是马上就会来了 那川普 从来不检讨自己 他说这是中国大陆给我们的那个 那 其实现在全世界 你看很多原来很严重的国家 现在都慢慢在减缓了 只有美国还一路在暴涨 为什么 因为他不相信专家 他认为佛琪讲的话 我几乎都不相信 美国第一号专家叫佛琪 他通通不相信 那 甚至不让佛琪 到主要的频道 不要让你亮相 不要让你在公开的地方发言 美国不是有言论自由吗 你是川普的官员 就不一定有啊 因为你会抢头总统的风采啊 对不对 而且你讲的常跟总统不一样 那你是专家 大家都知道 佛琪已经87岁了 你知道吗 他在美国掌管这个部门 那徒子徒孙 大家都知道 他是前卫啊 美国人最相信他啊 最相信他87岁 你可以看 阿祖啊 对 阿祖主户籍的人 大家对他那么信任 川普也想把他干掉 可是因为他有这么多 他太有名望了 对 徒子徒孙 所以我不让你跟我同台 你不要在电视上亮相 就用很多手段来对付他 那 他的建议也不听 也不听 那所有这些不听的话 最后报应到美国人身上 对不对 这些美国人原来是可以不用死的 是 你看看欧洲国家 现在都已经得到控制 是 都控制 西方国家都已经得到控制 可是现在美国 巴西 越来越高 跟印度 我们 我们两个月前才讲说 哇 美国现在一天两万多人 现在六万多人 一天 觉得很严重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大家不信邪嘛 其实最基本就是戴口罩 你就没办法防患 没什么关系 你就我们慢慢的了解 这个疾病是什么 戴口罩 勤洗手 该隔离就隔离 就这三招就可以了 对 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 我觉得 川普 有两个录影带 一个 他好像七个月的时候 就吃这个洋葱 非常烈的东西 他一个小孩 七个月大 他就咬着吃 他的妈妈把它拍下来 有这样的一个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现在已经有三十七个 这个心理学家 精神病的专家 都认为说 根据他所有的行为判断 从我们的专业来判 他应该是已经有这个精神 就是这样 失律失调症 有这个病 实在 但是没有用 第三个 还有很多人 前面的 打高尔夫球的骗子 他十几个公开作弊 而且不是偷偷摸作弊 就是他球进了水 他就可以 可以自己掏出个球 放在旁边 不管那个水了 旁边人也不敢啰嗦 而跟着他的球童 把这些都照下来了 但也没关系 就是在美国来讲 在很多这个英国人来讲 他们打高尔夫球作弊 是你在这个高等时候 社会上不能存在的 这是最丢脸的事情 他可以公开这样做 这就跟这个 反映了整个美国人的这个性情 他所说的高等道德 他自己要做的时候 他什么都可以做 别人做就不行 你今天如果是我们去打球 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什么 呂良患 然后这些高球员去做了弊 那简直全中华民国的脸都丢光了 回来被骂死了 而他可以这样公开作弊 当然我们现在作弊 我们也作弊出来一个最高领导人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没有作弊 他只是有论文 不是他的论文的问题 他论文没有问题 那个要138年才知道 对 2049年才会知道 有没有问题 已经类为机密30年 所以我怕我不能再 可是呢你不要忘记一点 川普是个神经病的 这个美国狂人 可是现在以前的时候 大家还支持川普 比较讨厌民主党的这个CRA 因为他是个比较冷静的 美国利益者 他对全世界所造成的损害 他对我们国家所造成的损害 可能更重 所以当初的时候 大家还比较支持川普 现在他川普跟这个贝登 川普的表现的贝登 川普也承认 贝登可能马上要取代他了 但是贝登跟他一样 贝登还在批评川普 对于中国的经济制裁不够强硬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来讲 我们有这个疯子 我们不能靠疯子来这个 没有 我们喜欢他 川建国现在得到海峡两岸 权力相挺 权力相挺 不管是14亿大陆同胞 蔡英文挺他 中国大陆也挺他 我们巴不得这样 因为这样美国将来就会比较衰落 世界就会比较平衡 对 所以我同意你们话 所以说我只是强调一点 我们支持川建国同志 不要以为民主党上台了 就会比较 民主党上台比较正常的 那个破坏全世界 他这个是不正常的破坏全世界 对于全世界来讲 都是一个灾难 对美国人 其实对美国人来讲是一个灾难 那美国的衰 美国帝国的衰落 其实是一个必然 只是说如果他碰到一个 比较好的总统 他可能相较下衰落的会比较慢 因为美国他本身 民主的制度他有一个 有太多的地雷 而民主的制度也并不是 人类所发展的所有的制度的最后的 那个最好的制度 因为我们人类还在发展 我们不知道 在过去也 英国他们觉得君主立宪也很好啊 那美国觉得我不要 我不要皇帝啦 我要一个总统 可是美国的制度 实行到现在发现 美国在20世纪21世纪 美国财富的集中度 比19世纪还要可怕 比赤裸裸的资本主义还要可怕 而美国的民主也造成了 其实美国的言论市场 是集中在少数人的 他可以封掉的很多东西的 所以表面上华丽光明 可是被子一掀开里面都是蟑螂鼠窝 所以那怎么办呢 所以川建国他把一切打烂了 然后让大家看到 把一些不该掀开来掀开了 就大家看到说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那是不是更有助于大家 重新去思考 什么才是对的 什么才是好的 台湾一个最简单的 最起码的司法独立 蔡英文演成这个样子 大家都知道私改 开会的时候 蔡英文说叫大家投票 然后最后大家投票的 结果不是他要的 他就叫大家继续投 继续投 最后投出来 是终于是他要 他还说 还亏大家说 早就跟你讲是这样 谁叫你不 刚开始就投出我要了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 蔡英文的思想啊 来看看她这个样子 蔡英文在官邸里面 在下大雨叫人家打电话 把大法官吕太郎叫过来痛斥一顿 在台湾喔 有人说台湾现在其实是帝制 就是蔡英文其实她拥有的权力 就跟皇帝一样 但我老实讲喔 你看中国历代的皇帝 你拥有的权力喔 很多时候还没有蔡英文多 蔡英文是有权无责啊 没有人可以管她 没有人可以叫她下台 没有任何法律 因为当你在这个位置上 所有的法律 她不受任何法律控诉喔 她要等她要下台才可以控诉她 然后唯一可以叫她下台的是大法官 她竟然可以把大法官叫过来骂 吕太郎在法官论坛自己讲说 她是问我以前当司法院秘书长的事情啊 她那天有没有骂我 我没有听到啊 我没有听到她有没有骂我啊 结果呢法官论坛上其他法官毫不客气留言 说如果吕大法官这样说是对的 你这个说是真的是你说的 那就代表吕大法官你心中对司法 根本没有什么正确跟坚定的理念 所以才可以这样不知自行 另外一个法官说 人家是质疑身为大法官 应该懂得瓜田理下 结果你再说我没摘瓜啊 什么意思呢 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你今天你是法官 因为有些法官就讲了 我是法官 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在学校里面 结果被我审判的嫌疑人跟她同班 我连夜把她转校啊 为什么 因为我怕人家讲说 要借着儿女怎么样 然后来疏通我啊 人家要请我吃饭 我一去看 哇 那个我要审判的人坐在那边 我连夜逃啊 懂吗 因为法官你手上有那个权柄 你可以判她有罪无罪 官几年怎么样 谁有怎么样 所以你跟当事者不可以见面 所以你要很清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你今天 蔡英文就是你的当事者 你跟蔡英文是不应该见面的 更何况你还被她叫过来 一通电话叫过来 叫来骂 然后 所以有法官在法官论坛说 吕太郎大法官 自己下台吧 大法官竟然在下雨天一通电话 随传随到 蔡英文要了解 这是吕太郎的错 而蔡英文是什么呢 法官他们也说 蔡英文你要了解私改程序 你应该透过司法院 会整成报 而不是把大法官叫过来随传随到 而吕太郎应该言辞拒绝去 双方都失格逾越奋济 而且违宪 因为大法官有什么责任呢 大法官你的责任是解释宪法 统一解释法律跟命令 总统副总统谈何案 政党违宪解散案件 这四个案件都是高度政治性 高度牵涉蔡英文 蔡英文现在是民进党的党主席吗 党主席 所以一个政党解散案件 蔡英文是牵涉好几个啊 蔡英文支持的法案 还有哪些案子是违宪 蔡英文可以指挥大法官 那还得了啊 董哥 但是蔡英文其实做这样 她觉得很坦然 因为大法官行事上 是我在指挥在提名的嘛 确实是她的走狗 对 她 所以她觉得 这个没有悬念嘛 这本来就应该这样 没有悬念 李太郎是 她先前的职务是司法院秘书长 那我今天蔡英文提拔你 两年前我提名你做大法官 所以你一直是在我手下做事的啊 你应该对我感恩戴德 对 你要跟黑道效忠啊 对不对 本来就应该这样啊 所以我叫你来你就来啊 当天是怎么样 当天3月27号 因为你知道司法改革委员会 平常是在帮蔡英文帮衬的 她的创始人是顾立雄 外围组织 民进党的外围组织 那他们现在跟民进党政府 蔡英文执政的政府有一点点不合 为什么 因为现在人民对法立的 对法官的信任度很低啊 司法 所以一直要假装改革一下嘛 那蔡英文认为说 这些人都是 我在管的啊 那现在大法官 大法官这些全部是我提名 国民党那些都已经换掉了 郭靖很多大法官都是学者 那现在蔡英文全部 很多换的就是她自己的人马 而且很多都是台独的法官 对 所以对她来讲 你们都是我的手下嘛 所以我叫你来 天经地盈 我提拔过你 所以李太郎也觉得很应该 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 他从以前就是我老板嘛 我现在当大法官 他还是我老板啊 所以也就气了 他也觉得我坦荡荡嘛 对不对 他觉得他坦荡荡啊 行得正嘛 他自己讲 心中无鬼嘛 何记之有 对 心中无鬼 心中只有你王啊 哪有鬼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些人喔 他做这些东西 他们都不觉得有错 但是你要是照整个政府的结构 或照整个宪政的分纪 当然大法官不是总统的属下 怎么回事呢 大法官可以谈和总统 让总统丢官的 这是中华民国唯一的机制 可以约束总统就只剩大法官了 而且约束政党 解散政党 然后解释宪法 如果总统做任何事情违宪 他解释宪法 也会弄到总统不只是弹劾 是 他可以说 总统你做这个事情违宪 或者说哪个法律 民进党通过哪些法律是违宪 比如说 党产条例 促转条例 是不是违宪 现在就 就在大法官会议里面啊 是啊 不是吗 是的确是啊 所以蔡英文身为民进党党主席 他不是当事人吗 你现在要 要大法官解释的案子 跟党产条例这些 或者促转这些 都有关系啊 这些都搞了三年多 他不审 大法官不审 摆着啊 摆着 我没有不审 我只是还没有排到 在后面 在党产会提出四线 这一部分的后面 包括 同性恋 结婚合法 通奸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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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奸除罪化 通奸除罪化 他们通通审了 就是不审 这些跟政治有关了 因为他知道心理理亏嘛 所以我干脆就不审 不审就变成 行政机关 远然还有效 还在作威作福 照讲行政机关 人家提出来了 你的权力 应该先停 先停 顶大法官事情结束 因为我们大家就是说 你党产会 促转会 你全部都是违宪的 是 违宪的法律无效 所以你不能够去抄家灭族 去弄人家骰子 是 他们继续搞啊 继续搞 然后 把你所有人都灭口了以后 大法官再来省 人都已经死光了 你来省什么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大法官是 多么的不要脸 灵魂当蔡英文的走狗 然后 你今天看李太良这东西 你不会质疑啊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太清楚了 所有东西不管你们骂我 或者 所有你们怎么讲我 我只要掌握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媒体跟网络 一个就是司法 前台湾所有东西 最后都会归到司法 马航九已经退 已经退下来多久了 我还整死他 我现在告马航九的案子一堆 马航九现在公开露遍了 一半都是为了出庭 我就搞死你啊 法官告诉马航九 你不来我就集体啊 检察官 台湾的法官有一千多个 检察官也大概一千三百个 每个人都可以 起诉马航九 都可以告马航九 也可以派马航九 也可以派马航九有罪 也可以派马航九有罪 就说这些人我掌握 我就告诉你 因为我司法是独立 我要办你就办你 那要办到蔡英文通通没有罪 蔡英文即使特别会 她是很明显的贪污 我再讲一遍 蔡英文特别会贪污 可是我们检察官不起诉她 起诉其他人 起诉李秀莲 陈唐山 李毅阳 世茂林 游锡婚 她们被起诉 只有蔡英文不被起诉 因为她是 长期被司法保护者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犯行 可是最后 不起诉 可是李秀莲这些人 最后也都判无罪 最后判无罪 是由国民党跟民党勾结 把法律修改了 但是如果照那时候的法律 蔡英文是应该被贪污罪起诉 这是非常清楚的 就恶心 台湾可以搞到今天这个样子 其实国民党在很多关键的时刻 都是跟民进党共同犯罪 今天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不要忘了 以前马英九也为了特资费 被他们起诉过 我当时在监察院的时候 就帮马英九辩护 我说六千个政务人员 都在做用这个特资费 为什么只起诉马英九 马英九没事以后 这六千个也不追诉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还有一个 马英九上次跟王金平的时候 那个检察官 那个最高检察官 黄世民 黄世民 黄世民不是去看马英九 还不是马英九召见他的 结果马英九变得有罪 被起诉 被起诉 我简单解一下 他监听了 然后最后他觉得这个很严重 他就跑去 他觉得是 因为是超级 超出我上面的法务部长 所以直接要跟总统报告 他也没有错 结果他们 两个都被判有罪 两个都被判有罪 马英九现在还在 这个官司上 现名罪赢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你不要乱讲什么狗 你也不要讲人家贪污 你讲人家狗 讲人家贪污的话 他这些法官 或者是检察官 要用诽谤罪起诉你 他愿意做就这样做 他对我就这样子 他们发现我很久 就写的文章 暴毒换权 暴毒换权 结果他们就告 告了 我们还以为是 那个犬 就是狗有问题 对 结果他说什么 查了个半天 是 你说他是暴力台独 他很和平 他很漂亮 台独怎么会是暴力 所以有罪 赔50万 你有罪定验 要赔钱 还有一本重要道理 真的很荒谬 我这个事情出来后 最后我也视线了 我这个是言论自由 何限何法的 大法官 会普通在700天内 就要做这个结束 结果呢 他们都说 就刚刚你说的 我们推特还没有时间 最后五年后 还是七八年后 终于说 没有 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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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蔡英文在司法院 养了多少狗 所以 有多少狗官在司法院 跟检察署 所以你就知道 真相在哪里 谢谢